本节目由全美最佳武师所基督教会的威瑞达斯学校赞助播出 欢迎欢迎 看得很好 精神头也很好 虽然离开时间不长 但是大家真的很想念你 周游美国一圈 连网友都想念那个围围巾 周游了美国一圈 人也多了一圈 人也多了一圈 OK 我们开始 从这个星期大事小事不少 咱们好好跟大家聊聊 从晨晓开始 这个星期最大的事就是中兴集团的时候 对 然后这一来一回都好几个回合了 美国这个宣布7年禁止 就是像那销售主板啊 什么这种核心的元件 要禁止7年 然后7年之后再 再开始开放这个销售市场 但实际上这个中兴的这个存货啊 也是据内部员工透露 存货也就剩一两个月了 所以说就不用7年了 估计7个月这个 全都存在了 这也是美国给国外公司的最大就发达了 对我们去了中兴集团 去那个休斯顿 中兴的应该算是北美的总部吧 然后还挺气派的 您不是计划拉人家还是赞助 这个事再说吧 没有刚才那个联系人说 你们今天要是说到中兴一定要嘴上留情 所以说说不定 所以说中兴集团的董事长 向中国官方媒体强硬表态 说中兴集团背后有13亿人在支持 嗯 对 与此同时这个美国商务部也强硬表态 7年的禁令 没有任何商量的意义 看看这个最后 表面上是因为 是因为中兴向伊朗 有很多装装的设备和技术 是吧 这只是我觉得这是 因为这是他违反了法律上的规定 这就是别人抓着他的把柄 这大概是可以摆到桌面上来的 对 这个他是没有办法变据的 有证据是 之前也罚过他11亿吧 总共是11个 原来是8点几个亿 然后又加了3点几个亿 那3点几个亿是在 11个亿里面免了他3个亿 对 意思是你要是遵循遵守 这3个亿就免了 这3个亿就免了 谁知道这一段时间 这帮弟兄们私下还在做这些事 而且他本来是当时要求他开除了几个人 没开除被发现 那天我儿子他是白色败 他回来告诉我 把我们店里边所有的这个 这个什么都下架了 华为都下架了 是吧 卖了 当时我们以为会 如果是美国开刀的话 是否拿华为开刀 但是没想到突然杀出一个 华为其实之前都已经 华为跟美国没有太大的声音 华为已经进不了美国了 华为进了进了 之前就已经在 他和APP的那个合作 已经被抢了 对没有自己 合作都签了 对 这有零星的销售在美国市场 零件 你们谁用的华为 我用的华为 我用的华为 马上那个安卓系统一停 你们就完蛋了 完蛋了 我已经在今年年初把华为换了 这个够狠的 还不是想换手机的吗 不是说中信要占助我们手机吗 是不是啊 是不是以后只能买苹果 只能买苹果的或者AT&D的 三星 三星可以 三星也是安卓 我又从华为回到三星 你已经回来了 回来 回到三星 我觉得起码从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川普跟中国这种贸易争端 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 就是好像是 川普怂了 是吧 这个后退了 绝不是这样 他为此已经做了多年的准备 Youtube Facebook 一下上来成群结队的那个 莫名其妙的人 马上就开 开 开账号 就开始 发东西 乱七八糟都有 大部分都是来 就是五毛 对我前面看了好几篇文章 当时我就不相信 说川普认怂了 马上美国要收手了 是吧 因为说川普身边的 很多经济学家 已经意识到这种危机了 跟中国干如何如何 当时我就不太相信 这个首先 这个川普不是一个 一拍脑门的事 这个人 他这么多年的竞选之路 他承诺了很多事情都做到了 是吧 他绝不是头脑一热的事 而且他肯定得到身边很多 重要人士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因为中国跟美国的毛衣 实在是太悬殊了 而且如果他不做这件事 他留给后院人总统 那不是他的性格 一定要解决 川普身边有高人 不是身边 后面有上帝 他本人就是 就是有想法 他竞选 他本身他很早就有想法 30年前 他在对日本时候说过类似的话 所以他现在看到中国出现这个问题 他也会这么说 他就孙老师刚才说 现在这个各种 谣言四起 就是舆论的 在宣传口 其实也在打仗 就是一个这个贸易战 把ACM也是逼着 必须的于时俱进 前两天不是开始有网友说 咱们现在改成用机器人了 是不是把员工辞了 没钱了 其实他不知道 现在这些用机器人 就这些自媒体上来 就找下一个这种 叫什么软件 乱七八糟就这种软件 下完之后 他自己扒点图片往上一贴 弄点报纸上 剪点东西或者按照他们 上面布置任务的那些词 一写称就给出去了 明镜 这最近海外的这些华文媒体 都因为这件事都这个 流量都在下降 就是乱七八糟 什么人乱都在说话 这些人到底什么背景 估计大家也知道 对 所以我们也紧急使用这个升级 开始用机器人了 不用人了 本来就是个人工智能 然后就 就快了 那就每天 陈肖可以 每天那个能推出的东西 就很多 但我们还是坚持 要把自己的观点 就能分享了一些 独家的解读 就是我们的一些渠道 拿到的一些东西 还是要分享给大家 不能想他们就到处摘 一摘一贴直接就走 最近出了一大批这样的自媒体 我倒是觉得通过这件事实际上 中国的很多企业应该 还有包括政府都应该反思 真的是 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觉得 美国会议真的跟中国 在贸易上寸土不让 但是以前以前都是都会认为 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尤其人家借了你那么多钱 双方一妥协就完了 但是真的是 美国已经意识到 这个问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否则如果逐渐逐渐 这个赤字增加的话 这个每任总统都是千古罪的 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式 所以他的强硬不是说 胡总不是刚从国内回来吗 国内的贸易战有什么感受 国内就是我想 这个祖国的人民 很有信心 会认为就是这个 要跟美帝国主义做多重 要跟美帝国主义做多重 所以说现在就是国内的人 也关注了贸易战这件事情 之前我回去 非常清楚 现在大家都知道 他不知道他下一步 有可能微软的那个平台全给你撤了 电脑全都用不成了 有可能 中国都盗版 对啊就是因为他盗版 所以他会把它给卡 一多半的人全用的是盗版的 他不知道这个是每年给美国丧失多少收入 人家都没给你较之 没较之十几年了 现在较之还只是罚你 本来是说罚你五百亿 五百亿哥们儿你就等于是已经很给面子了 你就照单一买这事就结束了 啪又来个不干 那罚你一千亿 一千亿估计都搂不住这次 继续罚 这个因为国内也是得到这个信息 都是站在自己一边嘛 是吧 再一个我觉得就是文华上一周分享的那些东西 还得不厌其烦的再分享 就是这个贸易战 到底咱们中国不禁这边的大豆 会影响美国多少收入 它占人家的GDP的百分之多少 然后美国若失去了中国市场 会对人家的经济有多大影响 现在国内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数据 所以在那觉得自己很牛 其实跟这个贸易战 对美国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 没有太多影响 它只占百分之零点几 零点五六 所以这个百分之零点五六 对美国人来说根本就 不会引起什么大的波澜 不会引起这个太大的震动 当然美国这个 因为总统是民选的 所以如果影响到人民生活的话 他是别人会骂他嘛 会对他这个总统 会产生很大的这种信用危机 他就也讲到说政府会想办法 关于这个大豆 他说会补贴 会想一切办法一切措施 一个是帮他们销出去 还有一个就是会给他们一些补贴 这个我觉得这个 美国的总统是普人 这个是真的 还有一个说法就是 好像在很多大陆人来说 美国的家庭里边 好像离不开中国的商品 好像每个家庭 都有百分多少是中国货 有便宜 实际这也是一个错觉 他没到BestBuy看 人家胡总直接就换三星了 而且我们看到的很多中国的产品 多数都在什么Costco 都在BestBuy这个地方 或者在沃尔马这个地方 买是吧 Keymar什么的 应该说都 质量不说吧 都是比较廉价的那个商店里 低端的 大概是什么人群 用中国的 如果一旦没有这中国货了 那很快其他国家的 亚洲其他国家东西会来 对对对吧 那马来西亚泰国等等等等 我是07年就是10年就是来回跑的时候 就到这个奥奥去买这个衬衣的时候 因为第一次来 这个什么一些品牌都还是Made in China CK啊什么 现在越来越少了 好多都是 第二次来就已经是什么 印度 秘鲁 印度伊西亚 对对 孟加巴 南美的 南美的 国家生产了 就已经不是中国 对 那时候估计就是10年来的 大概这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中国现在商品逐渐的减少 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已经不像原来那么低连了 对对对 它的成本已经开始高了 对 所以这次两会期间 苗伟不是这个这个工信部的苗伟 部长说的一些话当时很不合时宜 大家还 当时很多人对他还提出疑议 他就讲了中国的制造业 还没有达到世界离不开 咱还没升级呢 人家就已经不在我们这儿制造 已经跑别地儿制造 对对对 但是中国的科技 我们目前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的水平 是排在第四梯队的 是排在和南非一个层面 这有个问题 这是工信部的部长 今年梁慧时候说的话 当时人们还正正准备这个厉害把我的国呢 现在这一下知道了 所以最近这个网上也在把又把苗伟的话给拿出来 就让国人面对现实 你没看厉害了 我的国现在下架了 他现在目前是网上下架了 对啊 电阳院还还在预定 组织国内组织观看 厉害我 这有问题我不明白 中国可以让飞机让火箭上天 让飞船遨游太空如何如何的 怎么这个机身就搞不定了 那你把飞船拔出来 有多少是中国自己心血啊 那核心技术都是外面弄来的 我的意思是中国不缺智慧 不缺科学家 其实也缺 是不是一种惯性 前两天咱们做了一期节目 是不是形成一种惯性 既然有现成那我干嘛 美国和中国就真正的差距 其中都讲到了科研这一块 科研是什么呢 美国的科研体制 是几乎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可以出成果 中国是什么呢 你是老大 你开个什么科研所 其中你弄一个什么项目 你当主任 你能拉八十一百号人 甚至全国还弄了很多机构陪着你 玩你一个研发的项目 你这一个研发项目 可以养活很多人 打个报告 都从上面批一堆钱 然后咱们就 这个项目咱就在这吃吧 十年二十年不一定能把这个东西给研究出来 但是美国的体制就是 你只要有 有想法 有有钱多 他有可能就会给你一笔钱 这一个人有可能在家 他就会出成果 也不禁人 不不不不 也不禁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NH就发现 整个那医院的人呢 好几万人 几乎都在研究这癌症 若干年了 那你是真 为什么川普刚刚上台之后 不能光说癌症 要砍掉这个什么科研经费 他们现在很多人都走了 就是NH了 很多实验室都空了 就是经费大大被砍了 因为你这么多年 他认为你这么多年就没成绩啊 这是个特别的 是吧 这是个实践 也不禁人 我的意思就是 但是国内我了解就是 经常是一个人 凭着自己的身份 地位 和比较高的这种科研的这种 科学方面的权威性 会领到 很容易领到一些资金 拿到一些资金 一下养很多人 是吧 但是这个养的人里面 有多少是真正科学家 这就打个问号了 就是我打个比方 有家医院 他不是他养多少人的 里面有谁是科学家 他这种体质就是出不来科学的 对出不来科学 这种土壤就是 就是个舔屁股的土壤 还有一个什么就是 我给你打个比方 就是有家医院 不说哪家医院了 回去一个博士 从美国回去的 他很快申请到一个项目 这项目给他200万 是吧 当时马上就可以开张了 是吧 16个人 16还是20个人 结果还没开张呢 这个院长 书记 介绍的人 基本就满了 可是这里边几乎没有一个懂技术的 都是找工作来了 听说你拿到项目了 给我女儿安排个工作 干啥都行 是吧 后来这个教授 不到一年 拍票走人 疯儿自知 不干了 我这项目 200万全糟蹋了 一点想都没有 所以说这就代表了现在国内的这个科研环境的这种现状吗 其实 人们也没有心思 很多人就没有心思去搞科研 都在挣快钱嘛 就是为什么 因为茅台 现在是中国市值第一的公司 现在这个 共享单车呀什么的 这种 把钱都撒到 文昭这一次就贸易战 前天的那个 这个节目做的是不错的 是有深的 其实贸易战 背后 是体制 是制度之间的 较量 他最后就是这么个东西 就是大家如果都能够看到这一点 就好吧 就是你你你 你觉得这样挺好 但是为什么会 就是中国政府会 就是我给你签完约我就不执行 我答应的多少年开放哪个市场 多少年开放什么市场 就不给你开放 这都加入WTO多少年了 媒体还没开放 中央台在DC移动楼 ACM如果想回国建个分战 是门都没有 是不是 美国的国家 扶持的这些媒体想回 想到中国去设战 也都非常非常困难 不是非常困难 是不可能 他不是不可能 就几个人 他就给你几个人的指标 而且你 你离开北京的话 你必须还得向有关部门备案 咱们 咱们在这设的机构随便跑啊 这就是人家为什么说 什么叫厉害了 就是我很自信 你随便来报 咱肯定是不自信 你自信了 你就让ACM回去设计者站了 对的 胡总亲自回去不用再回来 所以就接下来也是刚刚收到了一个消息 我们会继续挖掘 但是想给大家说一下 就说十几年前 一个在中国采访的美国小记者 被堵在了一个小房间里面 然后遭到了一顿这个毒打 强逼着把到民间采访到的一些资料 就是上交然后撕掉 那么这个人呢面对这个奇耻大鼓啊 就辞职反美 然后加入到了海军陆战队 服役之后 那就正当这个川普当选总统的时候 这个人呢就凭借着专业知识 加入到这个川普的这个团队 那么进入到这个对华经济贸易部门 这个人就是马修伯廷格 那么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别助理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东亚高级主任 就是当年被 被羞辱过的 在中国 当年他是一个记者 在中国可能挖掘到一些东西 但是被 被中国 对 对 就是其实 说到底 你一个国家 给老百姓又说的这么自信 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 怎么不能够开放言论呢 怎么不能够开放网络 对不对 你回去之后 你手机根本就用不着 找你就找不到 为什么 都以为你蒸发了 我们还说 胡从编还回来吗 是不是被蓝金黄了 这一下 哎 你还 你回来了 顺利出关 讲点实话 不是 主要是这个 刚才说的 回去 几天还是很好 在时间一程 整个人 通讯全断了 很着急的 你在那边看我们节目了没 不可能看 看不到 我确实有翻墙的软件 我也买了 在那边 但是我就感觉 一到那儿 就好像 这个 就不习惯了 就很多地方 原来 包括 我在公司付的 我每个月付的这个 电话我也没断 就打不进来 别人 你说 我跟这儿的电话公司说 你说卖油都没有了 随时接电话 结果 一晚上没电话响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边上开着 好不容易等半天 有一个响的 两个响的 可是我一回来 第一天 就一个上午 七八个电话 哎呀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反正就是 说不出来的那种 不方便回国 就是说 很多东西 你这个我也遇到了 我是从加拿大回去的 我在加拿大的时候 电话就显示说 哎 欢迎你来到加拿大 我们这个电话 帮你开通了 所以接电话 一点问题都没有 从美国打过去的 我到中国去 他哎 说欢迎你来到中国 我们电话帮你开通了 结果第一天 接到电话了 第二天 从此以后没声音 就一晚上整个 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晚上就这儿 相当于白天吧 嗯 就可以整个晚上没电话 不着急啊 很多东西不方便 你居然把我给忘了 很多东西不方便 然后 刚才讲到那个 国内哈 我们在这儿 我就经常回国感觉到 对一些政治方面的操心啊 好像 我们下操心 咱们在那儿操心 国内人民 还是很幸福 那你当年把清政府给赶下去的 不都是流洋的这批人吗 对 就是国外的 我们就因为看的是一个 对吧 各种事件发生 我们从后面找原因 对吧 就是你要真的问我老百姓怎么样 我告诉你老百姓活得很开心 那一天到晚我就做出租 我就跟着聊 那朋友这个 我就感觉到 随便你问啥 挺好的 对 所以 我最后绕一圈以后发现 这个 老百姓 现在的老百姓生活 已经不是为了 这种基本的生活 在那儿 要跟你搏斗了 其实只要有吃有喝 穿着 朋友 天天出在外面吃喝 高高兴兴的 他什么自由不自由 对他 发表政治 这个 这个反对政府的东西 他绝对不会干这事 他觉得这就已经是自由了 对 他觉得我追求了半天 不就要这个 对啊 OK了 所以这个 是吧 不能随便讲话 不讲就不讲 聊点能讲的 是吧 聊点桌子在下面 我说点段子 段子给帮我 但是喝了酒以后 大家说话都无所谓 但你要说到政治 他们也 其实他们也不太感兴趣 我倒挺 发现我挺感兴趣 很想把它扯到政治原因 去跟人家聊一聊 我发现 他们不感兴趣 正像 正像 正像你说的 我回 他不是怕 我回跟同学一聊天 有时候是难免会 因为搞媒体 会 不经意的说到政治方面 好像大家都觉得 这时候跟我没关系 要这样干嘛 这不是咱们该操心的事 是吧 就是喝什么酒 吃什么 点 就OK了 是吧 就是 这心态不一样 我天天就抓两个手机 当然一个国内的一个 美国 美国就感觉不咋的问题 大家说给你们两个问题 第一 说没用 第二 没必要说 说不定还种下个祸 没必要说 而且你没有什么改变 你说说既然是这样嘛 他这个 言论封锁 这个网络封锁 那他还要 为什么突然要 开放 自由港 海南岛 海南岛 这个也可以聊一下自由港 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说明他们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个后路 就是他要找一个实验点 如果这里面回到往左轨走不动的时候 还有一个能够和世界对话的窗口 所以明镜的老大和平说 我们终于可以回国见战了 他要到海南岛去见明镜的这个起站站 我们让他找点死 这个 自由港这个事 我倒是因为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清楚 哪一位可以先谈一谈 这个自由港有什么自由 除了这个 听说有五十几个国家 还是怎么样 可以免签 免签是不是 那贸易方面有什么自由 这个咱们先了解一下 我也听说有几种说法 有的人说 自由港的这个建立 也是咱们这个政府头 感觉可以给自己做一个事 可以输肥力赚的一个事 当年邓小平有一个深圳 对吧 画个圈 那现在咱们也画个圈 也许这也是可以 雄安不是说圈已经画了 雄安其实说实在话 到现在 雄安被世界的影响 刚刚批了他 刚批的 说叫北有雄安 南有海南 这样讲案 不管怎么说 说明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 我听到在国内听到的 说 把这个海南 弄成自由港之后 是不是 有一另外一种想法 就是香港现在太牛了 就给你搞一个海南 自由港 将来你香港才 才意识到说 我当年是得好好珍惜珍惜的 不应该老是在跟 政府那做对的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 也就是说 我香港让你好 你就能好 对我现在另外搞 我让你好 你那么折腾吗 对吧 最后你 亮到边上去 原来香港是个自由港 对吧 我现在搞个海南 就在你边上 你的价值呢 将来 对对 是不是 当然我也可以将来给你 香港会贬值 对我将来可以给你一点好处 但是现在的话 那只是一个一个方面 就是说 因为他要探索的是在原有的 共产党目前在国内的这个体制下 怎么转型到一个自由的民主的这种体制里面 这个过 他要在自己的这个地方实验 他才能知道 哪行哪不行 哪出什么问题 怎么调整 这为他什么呢 今后 我的问题啊 不要忘了就是 他既然他 独裁 他闭门 他锁国 他把大家耳朵蒙着 嘴巴蒙着 眼睛蒙着 他觉得能制造出你们回国的这种气氛 大家都很祥和 很幸福 那他何必再去弄一个自由港呢 自贸区呢 那是不是 我们 我说的意思就是他们心里实际上知道 他需要有一条另外一条路 作为一个实验田 对不对 对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是有这个愿望的 把中国搞成一个自由的 对不对 你说这就说道歉了 因为我刚从纽约回来 我带着张文娇去了趟纽约 见了一位 能够和习总拍肩膀的哥们 聊了那么几句话 这是今天我为什么我要申请坐在这 我说张天桥你坐那边 我坐在这 我就想跟大家说点这个愁的 老点感动 你见到老领导了 某一位老领导 也不是老领导 就是他的老朋友 OK 说你们现在其实都不知道 他就是要集权 而且现在只急了 百分之三十 还有很多权力势力 还在别的老的啊 势力里面 他还没弄完呢 但他为什么弄呢 他把这件事情集完之后 是要准备干大事的 所以今天呢 我是想跟弟兄们分享 放个大料出来 但是我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说 哎终于还是有盼头了 所以从贸易港这件事情 就是海南岛这件事情 包括熊安特区 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端倪 只是现在还没到时候 但是呢 所以蒙川没有有些消息 有些东西 还是 来来来来 没有美女 你出不得这个 网友在找你 网友在找你 网友在哭啊 你坐这儿 看不见你 我马上网完料就走了 哦 你要爆料来 爆大料 这个很重要 我感觉到尽量不要打断 你要延续一下 继续继续继续 报警的大料 对 因为你这个话题 其实是我所听到 有关这个所谓集权不集权当中 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他集权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的 因为他下一步有大的动 对 更好的开放 他有大的动的 就像是如果他是胡锦涛 他老老实实的 活个心 活个心 你也混个八年 你也可以混个十年 他疯了 对 他要抓那么多人 杀那么多人 对 控制那么多人 是 打掉那么多势力 是 他有想法的 嗯 是不是 他好好的 彭丽媛 两人好好过日子 挺好玩嘛 是不是 大家都这个利益均瞻 过去的势力 弟兄们都 反正就这么回事了 都是毛缸里的区 大家继续当区不就完了吗 他愿意这么做 肯定是他 他既然做了 肯定他有想法 有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判断 我们一直都在说 是吧 通过郭文贵爆料之后 大家海外华人 一直都在聊 都在琢磨这件事情 那么我 上周呢 非常有幸 这个机会 去见到这么一个老大 你这句话 会不会给这个老大 带来麻烦 我没说 应该不会 没关系 其实这个郭文贵爆料 也是看三年嘛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个自由港的自由 不是单单经济上面自由 有可能 他重点是为了探索 对 政治体制上的一些东西 新的东西的尝试 并不是大家理解 就是黄 就因为做生意啊 黄祖族一开放 啊什么 就是 海南他不是当年那个海南 一去小姐成堆成群 那叫开放 不是玩这个 是体制上 制度上 要做一次大事 而且你看 就是这 这几个大员在挂帅在做 是不是 王岐山也要挑途 刘鹤在 具体在操作 那就是大家在为他接下来三五年之后要做的事情在铺垫了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 海外华人还是要有一些这个 包括其他的一些势力的一些这个这个马仔 这个 也要慢慢调整自己的思路 去去归正 到这条路上去 当然了 咱已经到了美国肯定也知道 资本主义制度也有他的问题 对 是吧 那中国在 在走这条 自由民主的这条路的时候 希望能够 真是 找着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向 其实我们这些人 完全可以 为这么一点事情去做一些自己的力所能及的事 反正就是家伙情怀嘛 总是希望中国好嘛 网上有个网友说全民共振 我看那个建民推抢那个节目 因为他是南京人 我特别关注他 我跟你讲啊 这个人是非常正义 但是他 我觉得他不如郭文贵有智慧 他还骂郭文贵你知道吗 其实你要去搞这个全民共振的话 你不想想你共振一天 下来那人真的就被抓了 因为现在全民的势力没有达到那个地步 能够推翻共产党 你搞那个全民共振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的这个料 我就很盼望是照这样子来的 就说你从上往下 老百姓不受罪 中国这样吗 我要去期盼什么 什么通过另外一个 革命 不要干净事 这个去对中国是最不好的 最好办法是自己调整 你这个六四革命已经出过这种事了 不要去下扯 把那学生命的送了 对对对 这是一个就会出大事的事 从历史上来说 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一个政党 可以把这个国家建成 一个多么理想的国家 但是呢我们在美国时间久了 也会发现 美国这两党或者多党这种监督 三权分立 实际有很多的问题 对 让这总统无所适从 对 一个特别好的主意 是吧 最后时间不了 拖来拖去拖来去 反正就活活拖死 拖到下一任总统 但是如果 但是他从某一角度少犯错误 对 可是在中国来说 我一个党 我想怎么做就可以做 但如果走对的话 这条路 对 他是有风险的 走的好 走的快 我倒觉得就是通过海南这件事 这个习主席是希望在那做一个 试验或者怎么样子 真能创造出一点什么什么 新的模式 什么模式出来 对 哪怕他区域性 包括现在一国两制看来是不成功 对 对 是吧 那么 这个改革下几个经济区也是 参差不齐这个水平 发展水平 是吧 如果单独拿出来那么一个岛呢 而且他相对是封闭的 他相对是独立的 是吧 他从区域上来说 如果真能做出点什么事情呢 这对国家对我们老百姓都是好事 对 但是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这次不去见了这个 一个这个这个 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 也在聊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 之前在国内也通过一些 这个 灰色地带 捞取资本 目前 所谓的这些有钱人吧 平民暴富的这些 依附到一些这个灰色 关系里面得到的 收益这些人 肯定在近几年 就陆续就结束 就全部都给收了 全部都给收了 很多人 有 当然国家肯定 他们政府会有一些政策 中国一定要变哪 就是不变是肯定不行的 绝对不是说 就像这边是川普说 你不劳动就想拿救 你只要是四肢见钱 必须工作 中国现在的问题是 你凭关系就能挣到钱的这批 对不起了 你已经挣到的 有可能他要通过一种办法 把它给拿回来 这个再重新 当然了最好是再重新 社会这个分配 调整 平衡一下 希望不要 是在这个过程中 又有新的腐败 去收拾老的腐败 你说到新的腐败 说到关系 现在最大的一个事 就是红毛药酒 说红毛药酒 你聊了这个 这个大家特别关注 这关系到什么地步 这太可怕了 那个医生的照片 我也看 我看到 我说 长得跟他像的 都到处被通缉 他不是像 就这个本人 他是他 他抓之前医生的那张照片 放完之后的照片 俩人家 变成个痴呆子 傻子 这就想起我们那时候 我在进入说法的时候 不是老去 帮朋友去捞人吗 我这边进去九天 九天 你不像样了 九天一去再见 直接就肩膀 都是头发也贴光了 穿着棉袄 就已经是个傻子 九天 那个贪官 不是说孙政才出来的时候 人 有那个卫兵就扶着他 肯定也是被打得不得了 你看连这么高的官 到了监狱里 你都没有一点人生的保障 王立军呢 退轮里 退轮里 然后吓得 波西来本来要骂上来 算了 不要骂 咱俩都是七成品 所以这个事 是个 你说呢 红毛药酒 居然能够 其实红毛药酒 在国内并不是单是 内蒙古 对他说的好好 其实其他有 很多很多的 这个地区 反对这个 当年 就反对这个红毛药酒 出过事 有2600个案例 就说有问题 红毛药酒不好 但是他还能够经常 在电视上 而且在4月13号 他还居然那个总裁 还获得了 内蒙古十大经济人物 颁奖 这个如果从广告下来说 这个红毛药酒 绝对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一下子 是吧 全世界都知道 每天喝红毛药酒 早上晚上喝 你的病 他自己就走 就走了 离开了 就说把这个 这刚如月生产过别的 他不是 挺美 挺美之餐 对 他整个就靠广告 对 就是冠冕堂皇的骗人嘛 就是 你刚才讲的 他这种广告在美国就是违法的 那当然 你第一喝酒 你叫人生病的人 所有的人都去喝酒去 神药啊 神药 他说是包治百病 对啊 很多老先生没问题的 一喝老酒脸红了 把死亡了 所以 而且更何况 一个医生说你这个酒是有毒 中国人说 这些很多中药里面 都本身就有毒的成分 对对对 人家说错了 在哪里 你好好跟人家说 居然动用了国家机器 到跨州 从一个蒙古最北边 跨省到最北边 跑到最南边 把你还逮起来 这力量 这力量有多大 这事多了 而且还要说服广州警方 对吧 那塞了多少钱啊 不用塞太多钱 那公安 给点 稍微给点 他就上 对 有网友问 在海外有药品广告 好像这个问题 还真的挺好 再说一遍 在海外有没有药品广告 其实有的 我只看到过保健品广告 保健品广告 药是没有的 没有看到药的广告 我看到过 有老年痴呆 有老年痴呆 有很多的药品广告 电视里没有 实际上 国内是从97年 不是广告法实施 就是 我是97年 就办了广告公司 在国内 我们就要去上 上课培训 一个广告公司 必须有一个是 审 审查这个 这个广告内容的 还有一个是 最后是审查 投放出去的那个内容的 就是 还都要去考那个 考试嘛 学这个 学习这个广告法 其中 药和酒 都是有的 当年就有了 97年就有了 管得很严的 非常严的 就是医药品的广告 管得很严 关键是 他就是拿那个 药字号 就是药宣号 但是管药宣号 那帮哥们 你要是摆平了 他不就是一个 萝卜头吗 给你一干 你就出去了 你就 只要有那个 萝卜头 只要有那个 要宣字的那个号 你就可以做广告 没有也做不了 但是国内就是 你就很容易 买通 所以这件事 之所以引起大家 这么多的这个 共鸣或者是说 议论纷纷 不在于他这个广告 形式 而在于这件事发生之后 以前发生这个事了 说某一种药是夸大 是造假 是吧 没有那么厉害的药效 只是谴责那个广告 或者是为他代言的那些演员 而这次某人说了之后 一个医生 既然是跨省去追击 通缉 这就说明这个药 这个酒本身 它背后的这种势力 非常强大 说明这帮人是 这是一个厉害的 利益集团 说明是一帮没文化 有本事的人 就不会再去干这种 跨境抓人的事了 这哥们应该在海外 打高尔夫呢 所以就是一帮傻子 念小猪队友 这哥们估计七五五五五 这么一来就逼着 这个酒肯定要文蛋 他本来就不行 是吧 他已经惹起公愤了吧 是吧 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国家法治 建议社这么长时间了 还有这种事情 这网友 这网友真好玩 他说了个段子 他说中共利益熏心 利害了我的国 因为是财力害了我的国 之前分析的我觉得也挺好 深层的原因 就是中国人的心理不安 没有认为中国是属于自己的 就是能捞钱就捞钱 捞完钱赶快就跑 然后也不考虑下一代 那么作为这个欧美国家来说 生活在欧美国家人 认为这个国家就是自己的 每个人都是国家的这一份子 所以说就有义务有责任一起管理 那么做事就谨慎 也不会乱来 然后法治也比较健全 那么可以进行长期的规划和发展 那么所以说就是 中国现在这个情况 短跑可以领先 但是如果比长跑的话 但是比多 嗯 对 因为你在中国买房子 你只有实用权 你没有产权 买土地 你只有实用权 或者你只能去租 不是你的 我是政府 我随时可以拿走 政府 政府是谁 政府就是那 那 有一伙人当时坐在那 他就代表政府 其实还是人 他人 通过政府这个机器 他就可以行使很多 他的 圈里 那这个政府没有监督的话 就其实还是个制度不健全 说到底 还是个制度 任何的怪现象 追根作源 就是制度 就是制度 其实刚刚那个网友 那个问题 我部分同意 有一部分我不同意 是吧 他说每个人都把这个国家 当成自己的国家 可以做常规的打算 实际上这些人 之所以能在一个国家 比如说美国 能够长期的生存下 有自己的规划 有自己的想法 慢慢慢慢实现 是因为这个国家是公平的 相对是公正的 法律是健全的 是吧 如果你违规了 法律会制裁你 可是在中国这个地方 你真违规犯法了 未必 看你有没有背景 就红毛药酒这件事 大家都知道 这是什么 毒药 是吧 哪有一种一种药酒 可以包治百病 是吧 喝了以后 马上病得自动全疫 就跑掉了 开国际玩笑 哎 居然他在中国 持续这么长时间 就凭这广告里面 这一句话 在美国就得关了 对 他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 而且那么多人给他捧场 他刚刚获得什么 十大经济人物 是吧 但是这政府的褒奖 4月17号 内蒙古自治区 通报了这件事 说 这个案件 他不是把他抓了吗 说这个案件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让梁城县 叫他退回公安机关 重新再征查 说你这根本就不能够立案 但是那个被抓的医生 已经傻了呀 那样子 那照片看已经不正常了 但我看到 那可能在里面 我看到一个小视频 就是有一个在采访他 他说我不后悔 如果这个情况下 我明年 我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还是 他好像要 关他一年案什么 当时告诉他 他说如果你等我出来 我还是会那个 所以他里面 这个这个事如果在 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 他说那是毒药 OK可以 你拿出证据了 为什么是毒药 同时 那药酒会说 我为什么证明我是包治百病的 你也有数据 数据说话 对吧 谁批的 他这个广宣号 就是广告有个宣泽号 他这个酒也得有那个号 谁批的 首先那帮人得先拿下 这个就是 这个哥们被 被抓的这个哥们 那是个国家赔偿的责任 你是不定用国家机器抓的人 你就是个国家赔偿 你给人弄残了 弄傻了 是 坚定 对 赔钱 他只要把关系报搞平了 我说这酒包治千病 包治什么病 他就是包治 你反对事实 而且 我就弄你 是吧 还打了一个中华 中药的这个 我们国家的这个宝贝 是吧 这样的话大家都不能说他了 一说他 他说 你不要 你反对中华 对对对 我们的这个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好宝贝啊 其实说实在话这个中药有多少 在外面打的中药的旗号那里面有多少问题 就因为我们不了解 就是吹的神神乎乎的 我说实在话 我就是 我认识一个FDA就是叫美国食品药品卫生监督局一个 咱们负责审批药物的 他签字 他官位很高的职位很高 他签字这就可以上市的 有天聊天 在参加party聊天就是 我说你批这东西 你干颤吧 他说我不干颤 我说为什么 他说大量的数据 我起码十年的数据 放在那 你一条不行 都不可以 我按照他这么来了 我说他可以上市了 再说你跟我没关系 对吧 中国有这个吗 一年一个新药就上市了 是吧 美国这个规矩就摆在那 不能以人力这为转移 中国的药 它这个酒啊 它是分为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原来它是被放在处方药里头的 因为它有一定的药效 你不是随便可以的 后来就是被批成非处方药 这个红帽药酒 非处方药就变成像 对 随便买了 你知道吗 就是大桌广告啊 这样子 嗨人哪 好像有点广告 今天春节送什么 送红帽药酒 有的魅力广告 原来我回国就有一个东西 叫什么 叫什么那个 什么金 不是不是 就是那个脑白金 我一回国在家里看电视 今年送礼不送什么 今年过节不送 收礼 收礼就送老白金 当时我就问脑白金什么玩意那么好 哈哈 结果是什么 Melatonin 在美国就是辅助你睡觉的玩意儿 保健品 就是保健品 就是睡觉就是了 完了就是一个等于是一个荷尔蒙调剂的一个东西 安眠药啊 安眠药 然后很多老年纪的人不知道 一吃一睡 我睡得太好了 果然对身体好 睡得好了 这精神头就好了 其实就是脑白金就是个睡药 你随时在Costco有卖 Melatonin 现在好像是卖的那个瓶子是5毫克的那种 就吃个睡药 脑白金就也是巨人的那个 十一柱 十一柱的抖台之后 在珠海那把玩砸之后 又起来二翻身又做这件事 就是中国他就是这么多年 他就各行各样就是推崇这一类人嘛 因为他们是英雄 你还有一个人叫 这是这个商界的 还有宁浩 知道一个导演 导演 导了一个疯狂的石头 疯狂的石头 他自己都说是 所有圈的人都知道是偷两杆大言枪 和另一个电影的剧情 但是去年那一年 我这一啥糊涂 开这个一个艺术方面的一个会 我们都去参加 我说还让他上台去给大家讲创作 我们那些人扭头都走了 他都说他是偷着学的一个片 还有他去谈创作 跟美国创作 很多就是搞艺术的 有些都是老钱 明明不是创作 要谈创作 扭头就走了 扭头就走了 但是中国政府官员们就要干这种事 所以石一柱也是英雄 您好何尝不是英雄啊 就这个国家在崇尚这一类人 是吧 弄个脑白金 就像我一个老叔 中医药管理局过去的副局长 跟我爸说的 他不有糖尿病吗 哎呀我弄了一堆药回去 他说老位 谁要说能把他们这个糖尿病给治了 我立马给他申请诺贝尔奖 说你不要把这东西弄了 我妈说 请问赶紧给他扔了 这都是骗人的 但是这些这都是广告 这是北京台做的广告 为什么因为是上大 做了那么多广告 天天还有人 今天我妈她在家看那个 iTalk BB里面那个北京台什么 又是这个 就这种宝剑大衣什么这种节目 还在那帮着人家吹药 现在还在干这种事 实际可怕的不是这个红帽药 所以对 这就是不仅仅是红帽药 现在还有各种酒 各种保健品 各种被伤人的这种东西 我就想问到底中国买的东西是真的 是吧 满大街都是各种各样的商品 中兴手机是真的 对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个 手机壳是真的 你真不知道这个地方 还有什么东西是真的 这是挺可怕的 我那会看那个中兴有个数据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他公布了一下他的一年研发的金额 他说他的那个合成美元 他只比谷歌和亚马逊第一是全球第三 但他说的第二句话让我惊到了 他说他比公布的BAT三家公司的合计一块的那个叫研究的总值还要高两倍 就说明华为中兴 哦 华为 然后等于是BAT三家最有钱的公司根本就没在做研发 还不如华为一家做的多 对 就是大家都不在做研发 所以你这个芯片 包括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汉兴那个例子 汉兴也是那个 不是造假吗 就把那个摩托拉的芯片划了 然后说自己是生产出最好的芯片 然后骗了中国一亿多的研发经费 就是大家都是在做这个事 就这样子有利可图 为什么大家要做研究呢 所以 你讲的这个华为哈 这个任正非他讲过 他2012年讲过 他说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处于战略的考虑 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 安卓系统不给我用了 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 我们是不是就傻了 你看 所以他知道说 一不给用就傻了 所以他投钱进去做一些研发 他说就是我们那个最后人家不给我们用的时候呢 我们那些东西 臭合着也要能用上去 但是他一个人力量 对他原话 对对 那他妈捐助非洲那么多钱 对呀 拿回来干的 大傻钱嘛 就是他不像美国 美国就是比如就是 比如阿博兰公司 他就是负责云计算这方面就很厉害 对 那么高通就是芯片 对 那Google就是系统 他这这么多公司 每个公司钻一个 最后合到一块不都是美国 那国家自己的技术 对 那么中国就一个华为 随便弄个贪官 屋里面一八强里面都几个亿 我靠 现金 不过这帮人也做贡献了 为通货膨胀没有爆发做贡献了 钱没有拿到市场流通 但是这些东西 这这么多东西 你罚了这么多人 是不是抓了这么多人的账款 账款花哪了 公布了吗 给新的贪官 研发呀 给新贪官了 对呀 你们家没分掉 封老能告诉你吗 哈哈哈哈 真的就猜猜大法谱 有个高官的情绪 我都怀疑 一旦陷入这种思维 就是什么时间 我什么事情 我有其他人的 我拿来就可以用 是吧 板前不板前的资产 也不是人家无所谓 他还有能力做研发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宁航 他就是习惯了 他拍的电影 他都说他是偷的 他是表达人家 然后他成了艺术家 就像什么一样 在美国有很多中国来的留学生 考试作弊 顾枪手 有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学生 他自己讲 他让我做学问 应付考试我做不了了 他这么多年就是什么过来 我有钱 我请人帮我考 请人怎么样 作弊 读研究生的时候 那才9394年 那老师最后就拿着 我们写的作业 就成最后出书 就是我们写 这不是我写的吗 其实是变成老师的 后来还到清华去 当什么院长去 就是这种人 所以在中国都是在吹牛 而且不丢人 都在编 我觉得这种事 比一个红帽药酒 比一个中兴这件事更可怕 我听到有一个说法 他说的是乾隆年间 咱们的GDP占全世界三分之一 然后也是歌舞升平 但70多年以后 就被国外的金船力包给打开了 就是因为乾隆那会儿就是 立观锁国 也不出种这些科技的研发 就是相比比较现在而言 就是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 其实中国 咱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这是说科技上的是军事 你看咱们身边都有ABC长大的 在人家这当过兵的 咱不说谁了 咱都认识了啊 咱们是核欠庭能够停到美国的进海 你说我们美军他也是欠庭的 他照样停在你那儿 而且这帮人都是弄那种 我靠这是不是泄谜 算了不说 别说了 别说了 本来你值得也不多 说说容易漏馅 总之就是 人家超越我们很远 人家只是一个开关一开两秒钟 有可能你所有的东西全摊了 咱们那南海军演不是就提前取消 以前不是因为 美国航母去了 他你既然牛 你既然厉害了 那你就跟人玩呗 人家进去下了直接走 现在人家走了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报道 就前两天这个谁川普说 很高兴的表示 他说美国发到叙利亚的这个导弹 精准 精准都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俄罗斯扬言普京要挨个打下来 他说没有一个被打下来 而且百分之百 他说是百分之七十 俄罗斯说百分之七十打下来了 其实是普京给自己找脸的 就是我不找你事了 百分之七十都让我打下来 其实他在俄国俄罗斯也是个傻逼 你知道吗 他也是个这种人 但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天汉 是个什么 他其实也是个小丑 在俄罗斯很多很多有志之士面前 也是个小丑 他也是说瞎话 他对俄罗斯宣传的是他打掉了七十 百分之七十嘛 为什么他就是 因为他之前说了 只要他们敢来 动叙利亚就是来向俄罗斯宣传 这他必须再说一句话 他得把他圆回来 对啊弄个台阶下 什么办法都没有 人家川普只能是笑嘛 他那么厉害 来了百分之七十 他的股票都跌了一万下去 这俄罗斯就前两天 然后中国这边贸易战这边 我们坚决什么什么 咱们崔大使 义争言辞 这边又增持多少美元的国债 我就觉得 我那时候办公司 有些小孩就气了 你为什么天天让我去演小丑 你他当红脸 我就催大使这个 这不是个丑觉吗 我们为什么每一次都要玩这种东西 大家不觉得丢中华民族的脸吗 就觉得自己可聪明了 我一边你看逗着你 一边私下还这么玩 你看我多能 你能吧 你能他妈手机你都用不了 还能臭合用吗 这正非讲的 手机用不了是 有意思 没有 你想想他现在 他真是把你安卓停了 谷歌 有啊 两国如果真是进入敌对状态 我的产品不让你敌对国用 他直接给你来个法律 让你弄 你就把谷歌 安卓系统停了 苹果 苹果系统给他们停了 所有他们中国人手机全下了 是这意思吗 微软 把他们的电脑系统 他们反正都是盗版 百分之八七八十都是盗版 干掉不让他们用了 电脑下了 这不是微音松停啊 这不是不爱国啊 这么说才是真正爱国啊 应该是要拿出大量的资金去研发 要鼓励原创鼓励版权 今天在这说句私心话 我们今天说法 创办人就那几个人 而且是体外循环的 不到一年给中央电台那都是上亿的 广告费 你真是按照美国规矩 有百分之十二的版税 给创作人员著作权 还用灰色地带去收入吗 还用黑钱吗 还用去收 两边收人家的钱吗 还用现在到了美国 还在这儿 办个这种电视台吗 没关系 这种电视台 发挥他的力量 所以他不注重这个 所以中央电台大批的 我们这一城的人 大批的有能力全都走 没法玩 他认为你是职务行为 但他没有去看看国际上面 关于职务行为和这种职务创作 还有版权是怎么玩的 著作权是怎么回事 你既然都WTO了 你真是这样的话 你会鼓励多少这种人来搞原创 我想艺术上的创作和科技方面的研发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你不去鼓励人 现在你反而是在美国的好莱坞 你看到了很多主流的电影 你在中国看的反而都是商业片 实际怎么做大概领导人都明白 应该怎么做都明白 是吧 他们想的更多的是 这么做之后会有什么后果 对吧 好了今天到这 嗯 时间和时间 还没开始讲吧 还讲 不对吧 胡总还没讲 没没没没 我发现这个味道还是有很多想法想 说一说 有没有 体质 没事没事 我这个 孙总连是怕说到那个 回不了国 倒点 倒点 刹车 孙总连刹车 好了 谢谢 谢谢 美女还没说话今天 美女今天好像没有发言的欲望 赶紧的美女说两句看的人会更多 人家都是来看你的好多人 真说 是的是的 一开始就有人讲了 那个女主持都到哪去了 有人找那个小龙女 小龙女 出差了 出差了 小龙女啊 宣布一下我们在纽约建站 她现在已经到纽约 住站站站 住站站 代理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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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你们看到了这个新时代的中国 厉害 中国 哎不不不就咱们推出的那个系列 新时代中国就是小龙女 好讲经济的 小龙女现在在做 已经推出两期了 结束吗 结束 已经结束了 好 拜拜 谢谢网友 哎 我说说点事啊 说点事 一个是 4月28号 4月28号 京 我们当地有五个马里兰州的五个 华裔候选人 会跟选择有一个见面会 是吧 是吧 嗯 然后他们会跟 选民面对面的交流 你想了解他的政见 了解他的理念等等都有 特别好的机会 我们去拍一下 是吧 这是一件事啊 回头地址啊干嘛 那我发给你啊 第二件事是4月28号上午11点钟 有一个社团把李昌玉请了 做一个演讲 我看见了 做一个演讲 然后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面对面采访他 他只允许两个媒体 我们算其中一个 在什么时候 你刚才那么重要 为什么不在外 4月28号 让大家知道我们ACF 还能够去采访这个李昌玉 现在也在直播是吧 李昌玉 李昌玉 对我知道 刚才问那个周周坎 跟大家说一说 周周坎 周强马上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马上呢 他读书 对马上就毕业了 就在读书 他前博士上课呢 博士问文答辩期间 马上就结束 不在这个周 28号28号上午11点到 关于什么事李博士来啊 做报告 来他请他做演讲了 对华人团队请他来的 在那个谁在一个400多人的一个巨场里 巨场里面 那我们采访是在他住的酒店里边 住的酒店里面找地方做一个 单独采访 是吧 好 就是 跟这俩孩子有关系吗 就未到一个人去不就得了呗 这什么事 一定要我们的美女去 李昌玉那事 他们不用一下窗户了吧 人家李昌玉不想看你们这些人 还有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是 这个有一大行 你给个意见 就是 华盛顿的合同会 和平统论会训会 他们11月份 要开一个年会 全球的年会 大概其他国家也是同样合同会的会来 他们希望在这个会议期间呢 开不同的会场 分会场 就这一个主会场 然后可能台北啊 什么香港啊 什么大陆啊 什么地方 哎 还有分会场 我们能不能做这件事 当然 咱们给它 通过表情 对 中国没有保持 中国由他看不了 我问你就是 他们比如在台北 是吧 他能看到主会场呢 我们有20%的订阅都是台湾的 对 他们在台北会找一家合作媒体 或者合作什么地方 在那组织人看 那么那个讨论情况 主会场也能看到 通过大屏幕 是吧 可以吗 什么 他12个小时 不是 这个技术问题 他在讨论 他先寻价 就如果我们要做这些事 能不能做 我说保证能做 这个现在对心理来说很容易的事 我第二 他第二天想知道大概 因为他们同时也找到那谁 宋杰那 是吧 那就让宋杰干 听我说 他就说这个 有人就问我说 几家媒体做这些事好 我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挺业余的 是吧 这个事一家媒体做的绰绰有余了 你找那么多家干什么 是吧 这个事我觉得宋杰他本身就能做 他平时也挣不着什么钱 就让他干吧 我估计这个地方给钱也不多 对 让他去挣这个钱 有军有军 我们不要在华府书 通行是原家 对对对 建议宋杰去做 团结 因为这个 这个东西技术上很简单 比这个复杂了咱们再去做 刚才那两件事提前 凯欧 陈肖 你安排一下 回头我把地址告诉你 时间 是吧 好 吕昌运呢 是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好 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 给他做个专方 一小时不少啊 我们可以在酒店 先先做做工作 我们可以在酒店 呃 大堂啊 或者什么地方 大概七八两台设备吧 两台设备 嗯 我们收集一些 那个要问的问题 嗯 采访他是很有意思的 你现在我们干脆 在网上面跟大家说一说 征集一些问题 大家 哎对了 这个网友们想知道什么 李昌玉 因为我们ACM 你要先介绍一下 李昌玉 李昌玉 大概用比较简单的影片介绍一下 李昌玉博士是 原来是康尼迪格州的警长 警务厅的副厅长 是的 警务厅厅长 他是一个著名的犯罪识专家 曾经参加过很多全球性的这种大的刑事案件 比如说肯尼迪被谋杀 比如说水门事件 比如说 水门事件 比如说 李昌玉 那个319的枪击案 以及最近刚刚发生的中国女孩 在我忘了在 张盈盈 张盈盈等等 他参加了很多这样的重大案件 做出了杰出贡献 是吧 他的冷静的思维和先进的技术手段 帮助他在这个行业里边 有非常强的 非常高的声誉 他一生拿过800多个奖 鼓励 是吧 最近年纪稍微大点 退出这个行业了 他的老婆前妻 前不是前妻 他的太太刚刚去世不久 是吧 那么这次是分文不取 去 来华谱做演讲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公益人物 是吧 他做了很多这种演讲 希望普及 79岁了 希望普及这个社区的这种 对犯罪的一些的常识 是吧 普及犯罪常识 反犯罪 按注意就是 让尸体找出凶手 他叫让尸体 让尸体 开口说话 很重要 很重要 好 这位哥们说 李昌瑜是他的偶像 他就 八点问题 你要问什么问题 我帮你问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认为 我们问的问题 还不如干脆在这儿 征集朋友们 网友们的 对 这样的话 我们问的 才是大家想知道的 直接打在那里 对 他说只要见一个人 五分钟 也不用说什么话 他大概就知道 这个人是什么样 这是很多很多的阅历经验 他应该说是 截止到目前为止 是在美国警务这方面 级别最高一个华人 对 我上次一个朋友见了他 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见了他 后来见他之后 得到了两本书 然后他share给我的一本书 我致敬了 然后我就很激动 因为他知道我一直很崇拜李昌明 因为我一直从 从小的时候就喜欢一些推理的案子 或者是法案查案 然后我看了他好多的事情 然后看我一本书 拿去给他签名 有人问肯定是谁杀的 好 问他肯定是谁杀的 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 大家很多人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 欧杰跑不了 肯定就是他 但是李昌玉当时因为他 造成了很大的因素 使欧杰没有判罪 所以这个事真的是得问问他 当时不管怎么样 你是不是感觉欧杰没有杀 或者李昌玉当时是提供了一些证据 说这个证据不对 也没有说他有没有杀 所以他并没有说欧杰没有杀 但是他说 你们说他的这个证据 我只怀疑 那副手套 我只怀疑你 所以造成了很多人 认为他不是他说的 你那书还在吗 在啊 在你拿下来签个字 拿下来签个字 拿下来签个字 很好很好 网友都开始提问题了 怎么抓到FBI前探员 杀其案的马脚的 你看这也是好问题 我现在都记下来 太棒了 要不然的话到时候这个 现场就问这些问题很重要 还有这个川普这个律师 就被人家突然突袭 那个办公室 这件事情也可以就 就问题就问问他 诶 这个肿病怎么爬起来久了 你结束没呀 就爬起来久了 我憋到现在 要不然我早走了 对 我再继续可以发 好你们得给人打个招呼 群奴不走 人家很多人在发问题 对对对 要给网友 我就是站起来打招呼的 问一下李昌日华人是如何在西方社会中立足 或者说如何突破西方社会中的玻璃天花板做到第一等 我再继续坚持一会儿 除了借尽全力 但是我认为不能向他学习 对啊对啊 我看你是做那个 我应该做这个商务仓会 还是头等仓会 是第一排 不是仓会 我为什么问 我为什么问你是不是专辑 我看那些飞行商就你一个人了 哈哈哈哈 就叫那两只饺子 不是海航的那个 七八七 梦想出现 五二七三 九九九九 海航五二七三 他已经变成那个叫什么 不能飞了吧 那个飞 还有一个问题很好 他说一个想知道 李博是在交流经验的时候 美国和中国的区别 他是台湾 也不是中国 经验交流 他现在都在中国做节目 你遇到如果有政治力量 会干扰你的判断 对 但是他是到了台湾 到美国 这个也不错 对 在中国是肯定的 在美国 中国如何实现真法 这个好像 这可能 他也不知道 他不是个政治 他不是政治 他知道他也 他是个 他也不能说 犯罪蛇转家 因为他现在大陆做电视节目 做了很多很多 对 他现在做了一大个 什么 很多节目 什么不可能任务也请他 完了 连很多很多节目 中国还有希望吗 我看不到希望 再站高一点就看到了 我欣赏你这话 中国有希望 而且我感觉到现在 希望就在我们这一边 对 对 不要一味的就是骂骂骂 对 大家特别热衷于怎么样把骂的任务进行到底 但是 这个骂 出点实施了 出点实施了 出点气外 现在订阅我们那个的很多朋友就是说ACM不只是我不是不只是我不是在骂 我说网 他说网友 我说网友 我说就是很多订阅我们的观众就是发现 之所以订阅我们是因为 我们不是在骂 一味的骂 对 没有用嘛 特别是有用 周周坎 他都是有很多理性的分析和建设性的建议 对对对 包括我们这个总编时间 不同的声音 对 都要有 我感觉那种一味的骂 除了除了 而且骂到后来他已经失去理智 根本就不管真的对的 反正就是五毛六毛七毛八毛的算上来 这有的时候 你们怎么看待一个问题 我特别有 就是在这个微信群里啊 有些很偏执的人 很偏激的人 微信群 讲话非 微信群里边某一个人 讲话非常的不客气 是吧 非常难听 像这种人 还不是用名字 那方面的不客气 微信群里你还能不知道名字吗 不是 微信群里某一个人 情友 用了别名 情友 他弄了一个照片也不是自己的 是吧 弄一棵树 因为他吃瓜群众 这个 这个认为 在这个生活当中 经常看到这类人 打天世界 好像他对世界很了解 对政治很了解 但是说话怎么一地都不在谱 你不能忘记 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人 大脑本身真的有问题 精神病患病 精神病患者很多 双单身狗 双单身狗 但他也是天天在玩微信 是不是没嫌 对啊 很多精神病患 双单身狗 以及台湾的区别时候 这我记下来 办案的时候 办案的时候 对对 单身狗不就在咱们 有单身狗 现在 播到第13集 这个他应该是 了解的 为什么 他既是美国的 这个重要探员 警务方面的一些的权威 他同时又是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的 顾问 最高法院的顾问 最高检察院 对 高检的顾问 所以他对这两岸三地 应该是了解的 这个网友 就是关于那个 我们美票单身狗 你们如果有感兴趣的 也可以来教育我们 参加我们 对吧 我看那天那个说 就是我们有个广告好像 微波的嘛 说这个可以 帮他们捧成网红啊 帮他们打造这个 什么影视形象啊 你们自己感兴趣的 或者你们有故事的 可以跟我们联系 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真实的故事 很多人在呼吁 很多人在呼吁继续拍啊 对啊 对对 等主角回来 对啊 一直消失了好长时间 对对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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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学习一下 接下来的主角是吗 不是原来的主角 原来的主角 对 对 请那个李博士 一定要聊这个 辛普申的 哈哈 网友问要不要聊 不聊 所以我是感觉到 他应该好好让 对 李博士说的是什么呢 他是说在证据面前 让证据 但是 但是因为他当时 说了这个证据之后 造成了很多 很不好 很多人 李博士当时 参与了一部分 对 参与了一小部分 对 但是他的这个作用 是非常的大 对啊 他任何话 对 那我觉得是辛普申团队 律师团队厉害吧 正好那阵子 对啊 正好那阵子 搞什么情势 好吧 那就今天就到这儿吧 嗯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有问题可以继续留言 对对 谢谢提问的这些网友 辛普申那案子 之所以是那么一个结果 不在于说李博士起了多大作用 而是那个律师团太标 太厉害了 他能够在任何细节方面 能够找到可以有注意自己 帮助自己的这个 最最大的问题是在于 他的那个律师团队 发现了一个漏洞就是 如果警方有问题的话 他可以不记他的证据 现在我们纽约有一位 也正在用这个方法 来免除自己的追求 味道还有 正在准备中 嗯 嗯 好 知道吗 这个我们的这个这个大家 知道你说的 对啊 这个朱立波现在就在想这个办法了 嗯 哈哈哈哈 朱立波就在想这个办法 你刚才不谈谈朱立波 朱立波现在很多 我一回国 我因为在上海 很多朋友 朱立波怎么怎么 当然大家其实呢 当年他还感觉到挺好笑 但是越到后来 他这个性格了 其实很不让人喜欢 但是呢 这个 现在呢 国内的人说 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居然有人说 居然有人在国内说 周立波是因为中国的警方讨厌他 故意跟美国联合 想办法搞他才抓他的 我说开什么国际玩笑 美国会因为这个原因去搞他 这就是自己有问题 对 对 这后面的枪是真的吧 枪里面有子弹是真的吧 这个里面有 毒品 这个是真的吧 你不要说这个是别人暗害你的 对 开什么国际大玩笑 对 那周立波现在也在看我们的节目吧 大概 对 你说吧 我说律师 我真搞不懂 但是都没有指纹 不管有没有指纹 东西是在他车里的吧 但是 他可以说别人给我放 别人放 别人下海 当时他没有说过 这是现在才出来的 说 当时他整个就是 就是 就是 要说没指纹 他早就说不是我碰的 不是他碰的这句话 他从来没说过 有没有指纹 肯定是有证据的 当时主要原因是我没在 我在的话我就把证据拿出来 算了 味道 什么时候咱们这个 咱们的爱Hero要开始 找找地方 我还以为这单身狗 单身狗不登陆你回来 我回来了 单身狗 哎呀走 我一路就在喊 忘忘忘忘忘忘忘 今天是狗年 今年是狗年 单身狗必须 一定要忘起来 要忘起来 单身狗们 今年要发忘 上海这命标是 特别不喜欢周丽波 他说话不紧闹 而且他有点 最后 开始捧红周丽波 也就应和一些 上海人 莫名其妙的 有越干 其实喜欢周丽波的人 就挺特别的 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些想象 你觉得奇怪吧 我觉得我还挺喜欢周丽波的节目的 但是我心里面也不觉得很喜欢这个人 这个奇怪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这个 节目OK 我对那个什么 中方梦想秀 一定有道理的 对吧 因为他用的都是上海最土最土的一些语言来讲一些笑话 而他当年的出生是在于上海一个叫滑稽剧团 其实滑稽剧团的人 其实常常都是在老百姓 即使在解放前也是最最低层的 有点像海人转眼 原来是 对对对对 特别低层的那些老百姓 所以呢 这样子说一些土话呢 大家挺感觉亲切 反而他说的就是回顾 他刚开始的节目叫 这个笑砍三十年 对吧 都是讲的是我们小时候的事 哎呀 穿着游泳衣啊 上面都都像那个百叶节一样的 什么什么 大家都很多会心的一些 一些同感 对吧 共鸣在那笑 但是最后发现他 再加上那时候大家还 还不了解他的为人 人家感觉挺好笑 而且那个之前是没有在国内 对吧 就是脱口秀这一类的 完了以后呢 忽然发现 他第一错误是对他自己 当年把他挺出来的那个 哦 那个导师 对吧 关冬天 居然这样来对付他 然后上海人民就感觉不对了 然后慢慢慢慢就发现这种特牛特牛特牛 然后牛到就是说 我简直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信 对 而且好像是这个舆论上面特别的就是一边倒 就是 我们现在还在直播吗 是的 咋的没关呢 周立波要找你赚账了 没问题 就好了我就出名了 周立波千万来找我 哈哈哈哈 因为我在美国那时候你在中国 不然的话 用上海话讲 哈哈 说实话 那时候如果我在大陆的话 没你混的 哈哈哈哈 要用上海话讲 火的就 不是你了 是不是我不知道啊 哈哈哈 火的就不是你了 哈哈哈哈 哎我们胡大八还挺谦卑的 是不是我还不知道 就是啊 我现在拿周立波开销 为什么呢 周立波当年出名还有一个原因 他没有名气 所以他可以随便把张一谋啊 韩红啊 这个刘欢啊 哎呀刘欢 你看没脖子唱歌 对吧 就是 time and time again 就这样子 完了就是张一谋啊 脸上是用刀砍过了 那个 那个韩红有多胖啊 他因为他自己没名气 他随便骂别人 那就像我一样 我没名气 周立波我就现在随便骂 哈哈哈哈 帮个忙 帮个忙 是吧 你看大华府 其实很多名气的 我知道 知道 大华府全世界都没免地 不没关系啦 其实真的喜欢周立波 不然没几个 哈哈 对没问题 周立波现在看着呢 那天我说了 国内的朋友我跟他说了 他说那再卖房子啊 我那房子很难卖掉 为什么原因 他是不是卖掉了现在 我不知道哈 因为国内的贪官也好 富豪也好 有钱人也好 不敢买 买完了就被盯上了 这房子在哪去呢 这周立波当年的房子被谁买了 所以谁敢买那个房子 而且美国的房子公开的 公开的 你查周立波房子是吧 是被谁买走了 那人不自己找倒霉吗 是 被人盯上了这房子 住在里面也不舒服 对 是不是还在直播 我有很多想法 网友说 网友说周立波就一小白脸 啊 哦 他算是小白脸啊 对对对 因为他的那个老婆 对 就脸 老太帮 还小白脸 对啊 网友你咋看他的 周立波问题是 他在了美国之后 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 出来 学到美国的很多东西 真正他还是在开着自己 橘红色的车 穿着花裤子 是吧 他是活在中国的状态 就是说 对 还没有真正的那个 我希望他再多待一阵子 好好的 沉淀沉淀 别那么服务 嗯 是 确实 而且我觉得说的东西也不好笑 真的 我尝试着去 不过南方也好 实话实说 对南方人 对上海人 你等上海话的 对还是蛮好玩的 对 其实最主要 他就只有那么几个好笑 他后面都有抄别人的段 哦是吗 他那个 这个没研究过 后面的脱口秀 都是抄别人的 他只有那个校凯三十年 那几个段 对就是校凯三十年 最主要的问题是 原因是因为当时他 比较早这样行事 第二 大家不了解他的为人 嗯 后来知道他为人 你看看上海电视台 什么时候请过他 他都是在上海外面 那些小电视台在搞 哦 对 上海电视台就不让他进去 去浙江了 对 就在外面 买过去了 他一直就在外面 上海就是 就是对他 就不让他进去 不太好 所以又跑美国了 好 大家继续啊 继续写问题啊 李博士有什么想问的话 又转到周立波了 我们不采访周立波 哈哈哈哈 李博士 李藏玉博士 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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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激动哎 你这次去日本 台湾 香港 上海 做了 只要是对食品方面做了一些调研 哦 所以人 主要是去回去吃 但是你又长胖呀 我感觉 他化妆化得好 哦 原来是这样的 哎说说有什么新的见闻吗 感觉中国人民这个 还挺开心 挺滋润 我感觉国内 没有香港我也待了很久 我在香港待了很久 然后回中国也看了一看 出来 这个然后感觉到空气的方面 还比过去好 好多了 对感觉比过去好 然后我在上海的时候发现 很多人 汽车 交通方面我感觉很有意思 就是过去过十字路口的时候 人家就开过去了 现在全等在那 哦 对对对 这个我也有感受 是不是 进步很多 这个进步了吧 对对对 完了还有一个 两个车并在一块的时候 要各走一个才并在一块 我当时就那个司机 我想哎呀你挺遵守规则 他什么东西规则 摄像头 摄像头 拍摄像头 我已经能吃过好几次 那个拿着罚单 对 被罚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还有一次有一个司机说 他说他让人过马路 当中有一个缺口的时候 他开过去了 还是被罚 嗯 所以这个是好事 嗯 对对对 你能解释一下 为什么就是在国内 像我们这些人 都是不守规矩的人 到这儿立马就守规矩 也没有 也没有受谁教育 我现在有些你我记不清楚了 就是说很多 坏孩子到了美国 直接变好孩子 因为美国不跟你商量 所谓的 国内有一句话 叫什么 什么人性 什么什么 很有就是 叫什么 对 就什么什么 其实美国不来这个的 你要 对 你踏到了我这个地雷 我没什么好商量的 国内要讨论 要商量 跟你吵跟你闹 哎呦 最后嫌他烦了 还给人好处 好吧好吧好吧 没事儿 只能够稀释你人 为什么警察没权 第二警察拿多少钱 出点事警察也怕 所以国内的警力就这样 没有人支持警察 警察在背后没有人顶着 现在的Facebook还有很多社交媒体 天天发国内警察执法乱打人的 就是城管打人 就警察也打人 国内现在我都看不懂谁是警察 谁是警察 今天刚刚人家给咱们传了一个这个 东北某地撒警察肇事 就开车门撞着人 就是把人家给撞 那边刚刚来一个拉货的车 把人给撞到车轮下面 给压了 但死没死不知道 就三个警察 开门的哥们下来之后 第一件事是先看看自己的车门 说没受损害 然后再去看看那个人 就是被他给绊到这个车下面 被人压着的那个人 看看他也不去施救 然后很多群众就上来来施救 要把那个车给抬起来 抬半天也没抬起来 这个警察就站在那 然后车里他还有两个同伴 下来也是警察 下来一起看着别人在那 看看好像没事 三个人上车 那人还在车轮下面呢 三人开着车走了 咱有网友说因为是探头 就是摄像头是拍下来的 拍下来的 就是看着都是穿制服的 你也不能说是警察 没准是工商的 或者是甚至 我在国内是很难看出 什么是警察 什么不警察 还有就是 因为都戴着大眼帽 都穿的很棒的 谁知道是不是警察 结果有好几个穿的跟警察一模一样 结果人又说这不是警察 我说干嘛不是警察 他就是一个这个马路上管交通的一个 他都不是叫警察 邪警 反正 越多这一类的素质就越乱 而且更何况 在美国的警察有多少的培训 多少的训练 每个人讲的话都差不多 对吧 把你挡住了之后 问你要的证件 说的话都差不多 然后不跟你啰嗦 有啥事你上法庭说去 在国内跟你说啊说啊说啊 弄半天也不敢靠人家 自己也没啥本事 也弄不过人家 然后 反正在这边 你跟警察试试看 把你不把 打了个稀巴量的烂 你试试 谁敢碰警察 那是国家机器 在国内 那不是个国家机器 想干不了 警察没有威望 没有那个威信 没能力 没有人在那支持你 对 网友说现在是副总编时间 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总编时间 哈哈哈哈 我这个缔造点声音出来 缔造点 哈哈哈哈 我就看里面那个乌七八黑 嘿嘿嘿 那个 谁家在看着呢 孙老师在看着呢 哈哈哈 对不对 我就说外面 外面 掐了掐了 乌七八黑 好了 好了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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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